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12月16日,星期天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这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有这么一个报道 好多媒体呢,都竞相的转载 内容呢,其实都差不多,题目甚至也差不多 就说呢,中国终于反击了 取消了加拿大70个亿的飞机订单 俄罗斯呢,对中国的这一招点赞 说可以值得学习 有这么一个报道 然后我查了一下呢,除了这个内容类似的报道以外 从其他的方面呢,找不到一个可以确认这个消息的报道 就是中国官方呢,根本就没有确认这个消息 甚至呢,没有提与这个相关的内容 中国有时候呢,对一些消息呢,不公开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我查了一个英文方面的 加拿大这边,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关于这件事情 所以呢,这个消息 不好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要说是真的呢,也有可能,对不对 然后加拿大呢,把中国的孟晚舟抓了之后呢 到现在为止,加拿大这方面呢,并没有松口 那中国那方面呢,抓一个人又一个人 除了抓人以外,会不会采取其他的措施 那是可能性非常大的,对不对 毕竟呢,抓他的人,加拿大未必就在乎 说不在乎呢,其实也不好说 因为在乎不在乎,它是一个心理作用,对吧 就算是没有采取措施,谁知道在乎不在乎啊 就好像我这两天呢,在讨论了几个例子 一个是呢,加拿大的那美女记者 被索马里的那些匪徒,恐怖分子抓了 然后天天凌辱 然后加拿大呢,也没有放弃对法律的那个坚守 事过五六年之后呢 2016年,在菲律宾再次是恐怖分子 又抓了加拿大的两个人 要赎金的时候呢,加拿大还是不肯出这个赎金 倒不是因为加拿大政府抠门 而是因为有一个法律,是不能给这个恐怖分子钱的 因为给了他们钱呢,他们有了资金 会更加的嚣张 那你从这个呢,加拿大虽然说放任了恐怖分子 对我们年轻女记者的凌辱 和放任了对两位男记者的这个生命的失去 那是不是说加拿大就不在乎呢 那也不能说,对不对 那心里面应该是在乎的 然后今天呢,我又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沙特阿拉伯跟加拿大断交了 这个断交呢,是源于沙特的一位年轻的女士 是一个女权主张者 他被沙特阿拉伯逮捕 就这件事情呢,加拿大做出来了一些个谴责 以及敦促沙特来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呢,惹恼了沙特 使得沙特呢,就是彻底翻脸跟加拿大断交 就算是这样,加拿大呢 也没有做出来了一些个缓和的态度 加拿大对一个沙特的一个女性 然后都很抱有同情 那不可能说对自己的人被抓之后呢 是无动于衷,这是肯定不会的 但是呢,加拿大这边确实是没有松口 中国呢,有可能也知道 就我以上所说的这三个例子 尤其是那两个例子 对吧,我们加拿大人都被失去生命了 加拿大都不放弃,都不妥协 中国呢,有可能说知道这个 然后一定会从其他的方面来加大 给加拿大这个力度 70个亿的这个订单 它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加拿大会不会说 因为70个亿的这个订单 然后就放弃了对法律的坚守呢 以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三个例子 死心眼的加拿大 我相信不会放弃 我相信不会放弃 太死心眼了,对吧 其实它死心眼到什么程度呢 那个不给恐怖分子赎金的这个呢 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美国都改变了呀 你不能眼睁睁的自己的人 来受到这样的威胁 对吧,这个法律是可以放弃的 它和在国内那些匪徒 那些绑匪 我们都会向他们妥协,对不对 给他们赎金 和那个其实没有分别 是没有分别的 法律并没有规定说 你不可以给其他类的那个匪徒 非恐怖组织的匪徒 我们就可以给他钱 为什么恐怖组织的 就不能给他钱呢 同样是救我们的人吗 美国呢 他就放弃了这一点 加拿大至今还不放弃 不废除这个法律 如果将来再出现 类似的情况的话呢 他也照样是不给钱 加拿大就是这么死心眼 所以呢 现在中国和加拿大这种僵持 到最后 能够僵持到一个什么地步 我真的是不好说 中国会不会到最后 跟沙特一样 跟加拿大断交 根据沙特的那个经验 你就是跟加拿大断交 然后加拿大我估计 也不会妥协 因为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个法律的事情 你只有说从法律上 你站得住理 加拿大会帮你的 是没问题 比如说保释这件事情 对吧 我就是法官相信你会跑 还是不相信你会跑 对吧 你有可能跑 有可能不跑 那这种情况呢 法官呢 全是他脑子里面 我相信你不会跑 然后我就可以 批你这个保释 对吧 这是法律的允许范围当中的 那引渡这件事情呢 也是一样 孟晚舟应该去找一些个 能够站得住脚的理由 准备好 等着在引渡的法庭上 进行辩论 如果能够说服 加拿大的这个法官 这个引渡呢 加拿大的法官也没准 就会判 孟晚舟营 有这个可能 但是你从行政上 你说你不去辩论 不去开那庭 直接就把他放了 加拿大不会 加拿大不会这么做呀 对吧 我们的姑娘都被别人 都天天蹂躏了 加拿大都不低头的 我们的年轻的小伙子 两个小伙子 对吧 被 对不对 然后加拿大都没有 只是一点钱而已啊 只是650万而已啊 那位姑娘只是100万而已啊 到最后还经过 人家英国的那个公司 跟那个恐怖分子谈判 到最后就给了他60万而已 加拿大都不妥协 你说 有多死心眼 然后呢 再说回到 我刚才说的这个报道 70亿的订单 取消 这个呢 现在找不到依据 但是呢 我查了一下 那个我们加拿大的 这个邦巴迪啊 这个我们加拿大 这个飞机的制造商 他们现在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呢 邦巴迪呢 他今年投放市场 一个飞机 它的型号呢 叫Global 7500这个飞机 这个飞机呢 是会从近期 就没几天了 本月20号开始 投入使用 这个飞机的单价呢 是73个Million 7300万 这个飞机呢 它从美国的旧金山 飞到新加坡的话 可以直飞呀 可以一站式 现在呢 就是围绕地球半圈的 这个飞行呢 从加拿大飞到中国的北京 飞到中国的上海 现在呢 有很多飞机都做得到 这个从旧金山到新加坡呢 这个飞行距离呀 这应该说是一个 飞行最长的距离 对吧 所以呢 如果是你能一站式 从San Francisco 飞到新加坡 这个飞机 现在来说 世界上就是最牛的飞机了 对吧 当然了 邦马迪这个飞机呢 它并不是说第一架 并不是说以前就没有 对吧 以前也是有的 但是呢 邦马迪能够做到这个呢 已经是很牛了 而且呢 邦马迪它现在已经是 世界上就排在 这个波音和那个 Airbus 也叫空客 对吧 就排在他们两个之后 然后就是加拿大的这个 邦巴迪了 其实挺厉害的 那它呢 这一架飞机的单价呢 是73个Million 现在呢 是2018年 对吧 这个飞机呢 它应该是 提供服务之前 已经都那个卖出去了 提前的订单 对吧 这都是提前的订单 那它是计划呢 2019年和2020年 这两年 每一年计划的销售额呢 是2.5个Billion 就是25亿 那它呢 就是说 2019年 2020年 每一年的销售额呢 是25个亿 说中国 已经跟它取消了订单 70个亿 这显然是 不太可能啊 它一年才卖25个亿 中国一下子就订了 70个亿吗 不可能啊 从这个数字上来说 这应该是一个 不真实的报道 但是不知道 它这个70个亿 是人民币 还是美金 刚才我说的 这个2.5个Billion 它是美金 就是25个亿 美金 但是中国说呢 取消了70个亿 它是美金呢 还是人民币 那如果是人民币的话 它也有十几个亿的美金啊 那就说 它占了这个 邦巴迪 它这个销售计划的一半 这个可信不可信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吧 中国因为是一个最大的国家的 需求量是最大的 那如果说没有这么多 也没准会比较接近吧 如果说中国不进口 它的飞机取消订单 那对于加拿大的 这个邦巴迪呢 应该说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说对于邦巴迪的损失比较大呢 俗话说呀 大有大的难处啊 你以为就是一个很牛气的一个飞机制造商 然后他们就很牛 他们确实很牛 对不对 你以为它就没有难处了吗 它难处很大呀 我看到这个报道呢 这邦巴迪呀 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金融上的危机呢 它在2019年和2020年的这两年 它计划呢 每一年要卖出去这个飞机2.5个billion 它在2020年之前 它面临一个什么危机 到2020年 它到期的债务和到期的债券呢 加起来有9.3个billion美金呢 所以说呢 如果说中国不买它的飞机了 我想对它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这一次 中国如果说跟加拿大之间的这一次危机 如果真的是中国从经济上来制裁加拿大的话 加拿大我感觉它还真受不了 受不了是受不了 它有什么办法 我也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办法 在法律上一定是不能让步的 加拿大的外长呢 他就谴责川普 说你川普 说你要干预 对吧 如果你要干预的话 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 如果你是一个政治事件的话 我们加拿大可不配合你 所以呢 我觉得觉得这个它是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给中国或者说孟晚舟的律师团队传递一个信息 中国呢 以及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应该好好琢磨琢磨 能不能打赢这个引渡官司 关键还在于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啊 其实呢 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算是那个法官有意要帮你 如果说你孟晚舟的律师在法庭上说傻话 不说那些有力的话 那律师也帮不了你 就好像咱们京东强哥的这个案件 对吧 那个小A的律师他再厉害 你经不住小A 一而再再而三的抛出来的这些话 全都是有利于强哥 而不利于小A的这些话 你说你这律师再厉害有什么用 所以呢 就是中国 以及孟晚舟或者华为 与其呢 一天到晚的来琢磨着 怎么样来抓加拿大的人 还不如 好好的准备 这个引渡的官司怎么个打法 好 关于这个视频呢 今天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